单亲妈妈突然意识到 儿子被人绑架 眼看着胖女人要将儿子拉上车 女人慌忙大喊求救 却不想正好惊扰了对方 关上车门就要跑 女人见状赶紧抓住行李架 想要打开车门 大喊着让对方停下 可对方越开越快 女人就这样挂在车上 虽然危险 但不敢放手 生怕下一秒就再也见不到儿子 然后一个急转弯 就将女人甩了下去 女人起身去追 不小心将手机掉在地上 眼看着对方车子即将跑远 她只好拿出车钥匙 然后钻上车 挂上挡位一脚流 就追了上去 还差点撞上路人 到这个时候 她才想起来打电话报警 可她摸索了半天 也不知道电话丢了 她只能跟在对方车后 再想办法 谁知道对方一脑子歪主意 带着女人不停地兜圈 造成路上的车辆不停碰撞 还好女人躲得及时 才有惊无险 不久后 他们遇到红绿灯 连贩子不敢硬闯 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女人见状赶紧下车 朝着对方车辆跑去 然后猛敲车窗 希望他们放了儿子 可偏偏就在这时 绿灯亮了 人贩子驾车就要逃走 女人只好跑向前面的一辆车 大喊着有人抓了她儿子 希望她能停下来 拦住后面那辆车 可谁知这个路人 竟然把她当成了一个疯子 生怕惹上麻烦 直接驾车离开 并没有答应她 人贩子的车也紧随其后 女人只好驾车追赶 谁知这个人贩子十分的狡猾 却不见了踪影 女人自言自语 开始向上帝祈祷 没想到这个方法 还真有效果 果然看见了人贩子的车 女人长出了一口气 接着超过对方的车 大喊着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放了她儿子 她都给 可没想到 对方似乎只要人不要钱 一脚油门又开始逃跑 而且车速更快 恰巧被一辆货车挡住 然后一个急转弯使劲的杂道 女人才意识到 这是对方的拳头 目的就是甩掉她 她果断踩死刹车 或使车辆停下来 然后不顾后面的车子挂入道道 听着不见断的喇叭声 女人焦急万分 终于成功地驶进了杂道 没过多久就追上了对方车子 就在这时 一位路过的大叔好心地问她 是否需要帮助 女人大喊着帮忙报警 可因为车速太快 大叔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 机智的人贩子 一个急刹车 或使大叔的车辆减速 随后一个加速逃离 接着又打开尾箱 工具箱子轮胎 只要能伤害到女人的东西 毫不吝啬地往下丢 还好女人躲得及时 才没有发生车祸 可后面的车倒了大美 女人被吓破了她 但要救出儿子 自己的命不重要 见女人穷追不舍 人贩子又使出了阴招 她打开车窗 然后拿着刀准备杀了儿子 女人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儿子被人贩子拿着刀威胁 面对女人的穷追不舍 人贩子竟然拿着刀子 抵住孩子的脖子 然后示意她使进另一个车道 女人不肯 对方又拿出刀子笔了 要不就给你儿子收尸 没有办法 她只好听从人贩子的要求 离开了车道 但她并没有放弃 看准对方车子的方向 在侧路紧紧跟着 这时她看见儿子的照片 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她救出来 接着趁着人贩子不注意 一个加速 又驶入了原车道 但这次她不敢靠得太近 还好对方没有发现她 事情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后面正好跟上来一个交警 女人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她打开了警示灯 提示交警 自己遇到了危险 然后大喊着有人绑架她儿子 希望她帮帮自己 可交警却让她停车 说她不按规定驾驶 面对女人不停地大喊 交警也发现 不对劲 目光注视起人贩子的车 就在这时 人贩子突然减速 驶向侧便 然后 剧烈地碰撞 让交警当场嘎了 可女人来不及多想 因为人贩子的车也停了下来 她打开车门远远看去 不敢靠近 就在这时 车上下来一个黄毛 缓缓地向她走来 然后拔出刀子 看样子是准备杀人灭口 可女人也不是吃素的 一脚由门上来 就要撞死她 人贩子吓得撒腿就跑 这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看着是真上头 接着女人将车停下 然后拿出钱包 真诚地说 只要放了她儿子 此时的人贩子 似乎也被女人的勇敢住 她捡起钱包 回到车上 商量许久 可女人等了半天 下来的是一个胖子 真的是没想到 原来他们这么弹 说只要去银行 取一万美金 那么就可以放了 并且要求和她坐一辆车 女人有点犹豫 心想如果对方使诈 不但救不了儿子 自己也会惨遭毒手 但最后 她还是让胖女人上了车 因为她别无选择 可就在车子经过隧道时 胖女人就凶相必落 竟从后面勒住了女人的脖子 儿子被绑架 人贩子不仅索要一万美金 还想杀人灭口 趁女人不注意 竟从后面一拳 将她打晕 先是一脚油门 让车子失衡 然后借着晃动的间隙 按住胖女人的头 接着又拉起对方衣服 挡住她的脖子 可谁知这个胖女人 这么难对付 没几下就挣脱束手 然后操起安全带 套住女人脖子 准备勒死她 女人顿时感觉呼吸困难 难道就这样死了吗 就在这时 女人集中生智 急忙放倒过了 借着外力将胖女人压倒 然后打开车门 顺势将她推了下去 可事情还没完 刚驶出隧道 就发现黄毛的车 停在路口 原来这本就是他们的圈套 表面取钱实际上杀人 你有圈套 我有计策 女人赶紧换上胖女人的衣服 伪装成她的样子 然后将手伸出窗外 向着黄毛招手 对方信以为真 以为胖女人得手 就没坐停留 竟然直接驾车离开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驾着车准备跟上 可没想到 胖女人这个时候 跑出了隧道 明知道她会通通报信 但她也没有时间去问 果然没走多远 车上的黄毛就知道了消息 接着她打开车门 将儿子的头踩在脚下 又一次威胁女人 如果你再跟着 我现在就将你儿子踹下去 女人吓坏了 知道黄毛心狠手辣 只好将车停下来 愿由对方逃走 可儿子还在车上 他肯定不会放弃 接着就到处向人打听 有没有见过人贩子的车 询问没有结果 他就漫无目的地开车转 终于经过高架桥时 远出一股浓烟吸引他的注意 第六感告诉他 儿子一定在那个方向 于是急忙驾车赶到这里 原来人贩子逃亡心切 在这里发生了车祸 可打开车门一看 女人失望透顶 人并不在车上 他只好向路人打听 恰巧黑人小哥看见 他们是朝着这个方向逃走 他果断驾车追来 终于在一个垃圾桶上 看到黄毛的衣服 心想儿子一定就在附近 他环步四周 发现一辆可疑的越野车 对方似乎也发现了他 疯了一样倒车就要逃走 女人只好一脚油门撞了上去 但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还是让他跑离 女人只好跟在后面 两辆车不停撞击 可糟糕的是 女人突然发现车没有了 没多久就停了下来 眼看着黄毛逃走 他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还好这时驶过来一辆越野车 女人急忙说 有人绑架了孩子 希望他帮忙 可就在这时 黄毛却突然驾车向他们撞 等女人醒来才发现 刚刚那个好心大叔已经死了 他颤颤巍巍地走下车 发现黄毛的车也被撞毁 可刚打开车门 还好女人躲得及时 接着黄毛爬下车 准备再补一枪 女人只好躲进车里 怎料黄毛抄起枪托 没几下就打碎了玻璃 接着就想打开车门 将它拉出来 女人看准时机 一把抓住黄毛胳膊就是不撒手 然后猛关车门 黄毛正好被卡了 随后他一把抓住枪 松开手杀 车开始朝着山下溜去 黄毛被拖在外面 撞上一根大树的银石 一声莫名其妙的枪响 黄毛竟然被自己枪误杀 在他奄奄一息之际 女人赶紧问他 将儿子藏在哪里 可没想到 这个可恶的人贩子就这么死 眼看从死人那里得不到消息 他去翻黄毛的衣服 终于找到了一个证件 从上面发现黄毛家的地址 儿子被人绑架 妈妈单枪匹马杀进人贩子的隆一 他悄悄打开门 发现一个胖女人 正在打电话 他不敢声张 只好躲在角落等待机会 恰巧胖女人出去 趁着这个时间 女人先是拿起一把枪防御 接着打电话报警 可警察却说 要15分钟才能赶到这里 话还没说完 胖女人就听见声音走进来 以为是自己家的狗子在叫 不停地喊着狗子的名字 可刚放下食物 就看见上面枪被动过 而且墙上的电话用完没有放过去 这也就意味着 一定有人来过 可她误以为是黄毛回来了 于是出去寻找 趁着这个机会 女人拿着刀子 在房间里面四处搜寻 她相信 儿子一定被藏在这里 就在这时 女人大喜过望 经过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儿子 她小声回应 这才发现 儿子就被藏在头顶的阁楼 眼看着胖女人回来 她只好先将儿子救下来 再不逃走就来不及了 然后安抚两个女孩 一定会带人来救他们 因为刚得知黄毛的死 胖女人眼里含着泪 她将枪上好子弹 准备杀了女人 为丈夫报仇 随后她放出家里的狗 此时女人虽然带着儿子 跑进了树林 但后面就是胖女人和狗 她心里十分清楚 不管他们跑多远 狗子都会闻着气味找到他们 她只好给胖女人下了圈套 等胖女人赶来 只看见一艘小船慢慢滑走 误以为人在上面 二话不说 就朝着船上开了几枪 而此时的女人 正带着儿子藏在水下 可这样憋气的状态 坚持不了几分钟 此时狗子也顺着气味 发现桥下面有东西 男孩抱着木杆 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听着狗子急促地叫声 胖女人发现不对劲 握着枪朝着这边走来 然后举枪对准下面 可下一秒 女人按着她的头 就是不撒手 一会的功夫 就将她淹死在里面 本以为危险解决 她返回房间 想救出那两个女孩 谁知身后 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端着枪对准她 女人惊恐万分 以为她与人贩子失忆 谁知对方说是邻居 听到枪声才过来 女人这才放松警惕 说有人绑架了她儿子 上面还有孩子需要帮助 而男人也放下枪 准备失救 可谁知她的一句话 却暴露自己 听完这句话 女人面色大面 因为刚才根本没有说 上面被困紧的孩子 心想这个男人 一定也是一群 想到这里 她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拿起身旁的铁锹 朝着男人狠狠地拍去 然后放出一句狠话 说实话 看到这小编也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这么狠 真是应了那句话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